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传 京城有座安宁宫 宫里有位锦宣帝 不知什么员言 从不策封活动 不要 不要 如今 又有一位先策封的贵人 正在等待锦宣帝 皇上驾到 皇上 这就是新贵人 丽妃 你在这干嘛 近日西北战乱 我兄长仍在前线奋勇抗敌 本以为皇上今晚会忙于朝政 就不来联行新贵人了 朕不信 人会凭空消失 小李子 去看一眼 是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记得我在片场 本来在后场 然后剧组放饭了 对了 简萱哥哥好像是男一 等等 我那是噎到了 好像有这妖风 然后 他是谁 而算了管他呢 难道他没死 哪来的妖女 莫非想行刺皇上 我 行刺皇上 难道是要我演个世纪半露的女司客 刀印定是在盯着我呢 序本里怎么写的来着 是位 保护皇上 是时候表演是真正的技术了 是可杀不可辱 狗皇帝 我要跟你 通关于剑 大胆 战事不断父辈受敌 都是你们外戚干政的下场 妖女 一派胡言 这眼巴巴瞅着是要亡国呀 狗皇帝 你 你的 良心不会痛吗 父皇遗诏 有位贵人那让外安内 难道 就是他 一介妇人 胆敢议论朝堂种事 来人 给朕拿下 谁呀 你敢打什么 坐 打得好 我是不是这样过您啊 是 我就是系统军萌萌 欢迎来到 皇后养成姓 本公子原本效力于一位老爷子 专管剧组里的意外死亡 现在 他老人家好不容易要退休了 计划将未得来于我 可苦于 我手里还有多余一次恩赦的机会 想寻找一位内心诚斥 命运不济的有缘人 将这机会赠予他 祝他完成一个心愿 你 现在是新册封的贵人木武 刚刚贵妃明显就是想置你死地 耽误之急 只想着如何能够度过今晚 你要是死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我刚才怼天怼地的 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我现在怎么舒畅啊 有了 刚才我晕倒之前 丽妃娘娘来给我送了一壶酒 莫非这酒里有毒 这酒不是本宫送的 你不要诬陷本宫 那你在新贵人寝宫 洞房花烛夜 穿这身音符干嘛 皇上 皇上 臣妾哥哥在戍边抗敌 是护国大臣 而臣妾 却在宫里被这个妖女污蔑 皇上 要替臣妾做主啊 后宫这环传心边是吧 仗着手握兵权的哥哥 威胁皇上 本姑娘早就见识过了 都是些陈年老梗了 你这丫头胡说些什么呢 你口口声声说 这酒里有毒 那朕倒想知道知道 你为什么没被毒死啊 因为 福大命大呗 既然这个丽妃 还在这里狡辩 那不明明就好好治一治 丽妃娘娘来一口 皇上来一口 她是喝啊 没想到 这新贵人大难不死 难道她就是 这命中注定的皇后 这毒酒把人手都灼伤了 早知道就让她 被那杯酒毒死算了 我也是救了她一命 可也只是奉人家做一个小仪 对了 我得跟你聊聊剧本的事情了 我跑龙套这么多年 终于能完成 当女主的心愿了 好 那你说说吧 我演的这个木武呢 是个大女主 聪明伶俐 倾国倾城 虽为一介女子 担心怀家国大事 名字我都想好了 木武传 你还真行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你记住 只要演好你的皇后就行 完成心愿就行 可是 你千万不能爱上她 要不然 咱们这个任务 就直接失败了 我们也都出不去了 放心 让你看看我的演技 眼光不错 可惜积分不够 不就是几身破衣服吗 哇 这还有手机啊 只要你赢得景泉地的好感度 获得了积分 我就带你买买买 不就是逢场做戏吗 还能难倒本姑娘 丽妃娘娘驾到 妖女 进了宫后 还没跟本宫请过安 真没跟你说 确实是按道理 我得给您请安 听说丽妃娘娘二十八岁 才混进皇宫 按年龄和辈分 我都比你小不少呢 本宫是方龄二八进的宫 不是二十八 竟敢口出狂言 污蔑本宫 偏殿那位 替我掌她的嘴 娘娘 穆小姨是安宁宫的政委 嫔妾身处偏殿 若你要责罚 还是请直接打我吧 快起来 穆小姨 轻轻与您初次相见 您是小姨 我是嫔妾 怎敢与您相提并论 这安宁宫真是 越来越没规矩了 我今天打的就是 你这主子的脸 放肆 谁敢阻止本宫 大胆 朕保护的女人 你都不放过 皇上 您可别忘了 现在西北政治战时 若您此时还护着这个妖女 恐怕会对江山设计不利啊皇上 搬弄是非颠倒黑白 你才是妖女本妖 放肆 这后宫岂容你妖言火重 胡说 哪有什么妖女 不过 像武儿这样敢直言不讳的女子 朕倒是第一次见 朕有意生你为贫 你一下如何 主人 我 多好的机会啊 别忘了好感度的任务啊 早当皇后 早离开 虽然她保护起来 人挺帅的 但是人们不能恋爱呢 谁知道她是不是渣男 她不愿意 我 皇上 这祸宫之主 真是越当越没意思了 臣妾 不如还是直接随哥哥参军罢了 娘娘 我从未见过皇上 为一个嫔妃站出来 她心里还是油腻的 我这种人 出身低下 进宫了半年 都没能成宠 半君如半虎 皇上深不可测 这是要借刀杀人呢 娘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 没什么 不对了 干脆谢谢你啊 如果能帮上娘娘 是我轻轻的福气 你就等着我去找丽妃出这股恶气吧 原来主人这么有正义感啊 这样吧 你去丽妃脸上画一遍 你说什么 你干什么呢 妖孽 受死吧 就凭着这支毛笔 还想在本宫面前撒野 我 我今天就把你画成一支大 kommer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 那就给你派个难度系数低的人路吧 要不 你去勾引皇上吧 就我这样 勾引皇上 朕要看看 是谁要勾引真呢 臣妾参见皇上 差点没认出真的爱飞 笑什么笑啊 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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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一次看个够 别动手动脚的 谁让你帮我擦脸了 别说 这样还挺可爱的 可爱你个大头鬼 这样吧 朕带你去个地方 想要什么衣服随便挑 真让我随便挑 终于知道她想要什么了 君无戏言 想要什么衣服随便你 朕要让你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笑啦 吴儿 那朕 让他们准备更多的衣服 恭喜主人完成供应 皇上的任务 谁啊 你以为你可以一直躲在这里混吃等死吗 补妆剧你不是没看过 那些妃子们的下场你不会不知道吧 嗯 看来我是活不过大结局了 对了 我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你再让我死一次得了呗 你别再狡辩了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的把这条命弄美了 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个纯情点的任务呀 不如去和皇上摸摸搭吧 唐唐的丞相之女刺绣水平这么长 原来我是丞相的女儿啊 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家闺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受伤了还刺绣 那臣妾有什么办法呀 还不是为了皇上年 像我在丞相府上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食指不沾洋春水的 要不是做你那什么什么小姨 我哪会想着学什么刺绣啊 委屈了 嗯 正看你可不像会受委屈的人 整个皇宫里赶在丽妃对着干着 正看也只有你一个人 堂堂一个皇上 居然害怕区区一个丽妃 你也太如 皇上 最近天气冷 你得多穿点 小心感染了风寒 朕知道 这不特意来这安宁宫里 暖暖身子 可是人家还在练刺绣呢 他这是欲擒不踪 来 跟朕到这儿来 朕到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花招没释出来 人家可是有原则的 都还没谈恋爱 就想骗我睡觉 放肆 这后宫里可没人敢跟朕这样说话 一看你就没经过社会的毒打啊 让我今天教教你什么事负责 好好好啊 今日不是情 那朕在这儿住 总可以了吧 佳南 你给我下来 木屋 你叫这儿什么 明明很想你 却装作不在意 匆匆相遇你 偷走我的心 那些誓言 我该不该相信 是真实的 这宫里宝贝可真多啊 都是上等料 香香的 滑滑的 也不知道 到时候能不能带回县的 这天还没黑 朕怎么就困了呢 起开起开 别把我衣服做坏了 我跑龙套这么多年 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 这龙套是何物啊 莫非是用来套朕的 你的龙套要是把朕套住了 朕可就不走了 我呸呸呸 龙套是什么 你别以为送了人家几件漂亮衣服 你就想为所欲为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后宫所有的嫔妃 都有给朕开枝散叶 和返洋子嗣的义务啊 果然是个渣男 疯我嫔妃 又赐我衣服 果然你这内心的想法很龙奢 你不乐意 我虽为嫔妃 可我不愿意交付 你真不乐意啊 那朕可走了 朕不勉为其难 朕走了可就不会回来了 朕走了可就不会回来了 木屋 你可别后悔 朕走了可就不会回来了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你快走快走快走 这可是你说的 还真走了呀 皇上 您是不是困了 您为了西北战士日夜操劳 都没能好好休息 是 朕是有点累了 这不正考虑着去找白娘娘士琴 渣男 我就知道你不会好心 竟然要去宠幸白青青 皇上怎么对她感兴趣了 你不觉得白娘娘长得像 叶长安吗 怎么又跑出来个叶长安 海王啊海王 皇上 天色不早了 嫔妾伺候您歇息吧 朕以后 不想再看你穿这身衣服 贫妾 贫妾明白 贫妾这就伺候皇上更衣 朕的意思是 以后别穿得像叶长安一样 朕不会因为你这样就宠幸你 那皇上 为何还要贫妾侍寝 刚睡完一觉就溜出来了 看来这京城第一美人白青青 不趁您的心啊 你怎么来了 我儿 你可别乱叫 我就是来看看皇上 是不是喜欢辜负别人 我儿你听朕解释 朕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朕来白青青这儿 就是想气一气 您这后宫三千加厉 你自己说出来的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听朕好好解释 你不要解释了 如果你真的在意我 就不会不在意我的喜怒哀乐 看来你只是逢场做戏吧 对对对 别相信男人的嘴 现在本系统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 打一打 我可以打是吗 那就要看你了 这是本系统对于渣男的特殊奖励 我儿 你真生气了 如果打真一巴掌 能让你解气的话 朕随便你打 没有 你看我像是在生气的样子吗 我儿是心疼症 没有 我只是害怕手疼 对了 那个叶长安到底是你什么人 叶长安 叶长安 你穿白褶子真好看 太子 我穿其他的衣服就不好看了 我未来的皇后 穿什么都好看 她是朕的一位故人 长得跟白青青很像 原来皇上在想念故人啊 不 朕不会想念她 当年 她抛弃着投敌去了 没想到皇上竟然被抛弃过 我迟早也会走的 皇上还是去选择一位 能跟你共度余生的人吧 你这是何意 你也要投敌去了吗 我是那样的人吗 算了 跟你说也说不明 这个白青青 住在偏殿 竟然都能被皇上宠幸 娘娘 娘娘怎么有空到这安宁宫来 是不是木武 她又得罪您了 青青 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 听说 你难得受了皇上的宠幸 我觉得呀 这木武要失宠了 哪有的事 怕是娘娘 又听了什么 风言风语吧 你如今啊 已经受了皇上的宠案 再住在这安宁宫的偏殿 怕是有些委屈 不如搬去我宫里吧 不了娘娘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的 青青 木武失宠 怕是要拖累于你 反正皇上也老去我那儿 还是住在我宫里何事 青青 别跟他去 去了准受欺负 这可由不得你们 我贵为义工之主 我怎么安排 你们就怎么听着 大白天的来我安宁宫里抢人 这要是传出去像什么样子 你别着急啊 这个丽妃 终究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蒙蒙 你什么意思啊 她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 你就看她的笑话吧 皇上昨晚根本就没重新摆青青 伍尔 西北洛国真的退兵了 要不是我拿积分再使让洛国撤军 再凑凑我就能买手机了 就知道关心西北战士 怎么 你不开心 青青 被雷妃抢走了 安宁宫还挺冷清的 竟有这种事 那朕 明天就让她放人 皇上都多少天没来找你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我急什么呀 反正本姑娘衣服够穿了 那你不想当皇后了吗 你不想当皇后了 我就得一直困在这里了 关我什么事 行 那你就等着给国师做小妾吧 国师是谁 小宝贝 我来了 我跟你没完 那主任你还是去完成任务吧 去咬景璇第一口 什么 我怎么才能咬到她呢 皇上 这一天你也来一口 这一天 来一口 嗯 不行 不行 我身上哪儿都要咬去 皇上 你干这个好笑吗 嗯 不行 不行 我基本上还不够坏手机呢 到底怎么样才能咬到呢 我儿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嗯 没有 我是在想 在想着 我在想 怎么咬你 哎 你个大家闺秀 怎么张口就想咬人呢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就 这么想咬 朕说了 不免为其难 朕要得到你的心 哎 这下任务可算蛮重 皇上 哥哥在家书上说 西北洛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法术 说是可以将灵魂 于千里之外附身 这世上哪有什么法术 我本来开始也是不相信的 可是这皇宫里都传遍了 说是这妖女就在安宁宫 皇上 您可还记得穆桂贫 常常对着空气说话吗 穆桂贫怎么会是妖女 丽妃 你毁谤后宫 这是欺君之罪 臣妾的一番苦心 都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 西北战事在即 请皇上明察 我真是太开心了 你终于回来了 丽妃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没有 还好皇上来了 丽妃才把嫔妾放了 为了庆祝咱们今天重逢 我请你吃大闸戏好不好 谢谢娘娘 不过我现在不能乱吃东西了 因为嫔妾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了 你竟然怀孕了 没关系啊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皇上 您可要替嫔妾做主啊 嫔妾好不容易换上您的龙死 谁这么大的胆子 连朕都不放在眼里 皇上息怒 秦秦 我也可以替你做主 你说 是不是喝了木武送来的汤 就小铲了 我也不确定 是谁送来的汤 但肯定不是木柜品 这段日子 一直都是木武在照顾你 我看呀 准是他捣的鬼 放肆 还不说实话 要逼朕动刑吗 丽妃 你还准备骗朕到什么时候 清清根本就没怀孕 好 朕要你帮朕一起演一出戏 朕早就派人盯上你 原来皇上没让白清清事情啊 你以为你之前做的事情 朕都不知道吗 皇上 就是就是 就你那点智商 还想跟我们斗 皇上 看在臣妾哥哥的面子上 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皇上 你打算怎么处置丽妃娘娘 把丽妃 打入冷宫 皇上英明 再不惩治丽妃 都不知道后宫是谁做主了 是吧皇上 是 听我玩的 这没错 穆桂平 让朕进去 朕有要事与你相商 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站在门口说的吗 你放朕进去 自然就知道了 那先说好了 各睡各的 要不然你就睡门口去 啊 朕答应你 朕答应你 这是何意 说好了各睡各的 楚河汉戒 越戒折斩 从来都是震产别人 还没有人敢斩震呢 再说了 朕要是晚上不小心睡过戒了 怎么办呀 那我就报警抓你 三年起步 老底坐穿 报警是谁 敢抓朕 反正你别管了 我一定会 极力抗争 行吧 朕都听你的 朕这地方怎么这么小 给你睡觉不错了 还嫌地方小 五二 你心里也有朕吗 不然也不会三番两次地 出现在朕的面前 朕不管你耍什么 欲擒故纵的小把戏 但朕说过 朕 不会免为其难的 朕 五二 朕干脆封你为皇后算了 这样后宫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皇上说什么呢 这大庭广众的 多让人难为情啊 这个傻瓜可真够直白的 好机会啊 快答应 皇上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隐瞒 你想干吗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当皇后了 那你可想清楚了 一旦任务失败了 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才不管什么任务呢 我本来就不想回去了 只要皇上还在这里 我为什么还要去 其他地方呢 你在跟谁说话 你 已经爱上他了 谁 谁在哪儿 你不会真是妖女吧 皇上 我不是妖女 我只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个人 你看不到 但他一直都在默默地帮助我 帮助我成为皇后 完成系统任务 可是现在 即将要当上皇后 我却舍不得了 你愿意相信我说的这些吗 皇上 你愿意相信我说的这些吗 朕相信你 朕一直都相信你 快来 我跟你说 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 能来这里的 只有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那如果朕不是皇上的话 朕还会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人 是 只要你永远只爱我一个人 其实 我想带你回现代 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 你的眼里只有我 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们就是彼此的全世界 对 朕 也想跟我儿去现代看一看 朕想看看我儿 生活的地方 是怎样的一片广阔天空 要不 你现在就放弃皇位吧 你要朕放弃皇位 我叶长安回来了 锦宣帝 你欠我的 我一定要让你偿还 我 我儿 朕也想和您一起去现代 只是现在西北战事未平 朕是为天子 怎么能置百姓于不顾呢 你说什么我儿 对于皇上而言 肯定是江山设计更重要 但对于平妾而言 皇上 才是最重要的 您就在平妾这儿睡了 陈姓夫的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哪有什么东西 这大清早的 你来找我干什么 是不是想我了 皇上呢 我要找皇上 早上起床之后就走了呀 你是不是说过 这皇上不是你一个人的 要语录君瞻 白清清 你已经变得不是我认识的 那个白清清了 我本来就不是白清清 早就受够你了 自古帝王多薄姓 我叶长安是回来复仇的 皇上 你听到了吧 他说他是叶长安 什么叶长安 叶长安早就死了 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叶长安 那皇上好要保住自己的小命呢 皇上 别气坏了身子 还是应当以江山设计为重啊 贵妃所言甚是 多亏了你 西北洛国的战事 才能解决得如此势力 你真是鬼迷心窍了 还说是为了江山设计 分明就是贪处美色 莫无 莫莫 你是这个剧本的掌握者 你告诉我 皇上到底是不是昏君 如果是昏君的话 我就不浪费感情了 你问我这个问题 就证明你已经爱上他了 你可要记住 是让他爱上你 不是你爱上他 我怎么可能爱上他 他那个花心大萝卜 那就好 你可别忘了 你这是要回去当女主角的 万万不可爱上这个昏君 那个叶长安是什么来路 叶长安来自西北洛国 道行极深 他让洛国军队忽进忽退 就是想牵制住皇上 那你倒是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对付 那个叶长安 我想到一个人 他能够帮到我们 这冷宫里 是真的冷 还是你这暖和呀 白星星的事情你也了解了 不过我救你出来是有条件的 现在国难当头 你赶紧给你哥哥去封家书 让他调查一下落国退兵的原因 我一个被求于冷宫的人 有什么资格关心国家大事呢 怎么能这么说呢 现在国难当头 国家新王后宫有责呀 我一个被求于冷宫的人 为何还要关心那个复兴汉呢 昏君受妖女蛊惑 那是他最有应得了 就算你不考虑江山设计 难道你就不想让皇上离开白青青吗 这昏君宁可信一个妖女 也不会信我哥哥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找你结盟啊 我都被打入冷宫了 怎么个个都找我结盟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背着我和穆武都干了些什么事 要想让你哥活命 最好全都听我的 谁这么大的胆子 简直是无法无天 皇上息怒 臣妾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只是想来找丽妃娘娘聊聊天 可是刚到这儿 便发现她已毒发身亡了 你说 她是中毒而死 是啊 看她手里还攥着块糕点 恐怕是 你来的时候盒子就在这儿 是 这石盒看着眼熟 好像是从安宁宫带过来 不可能 我是做不出这样的事 小丽参 最近 还有谁来过冷宫 皇上 据奴才所知 穆桂平确实有来过 不过至于带没带糕点 奴才没看见 朕就说吧 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能随便定一个人的罪 那皇上的意思是 我就干得出这样的事来 朕都说了 没有十足的证据 不能定一个人罪 人命关天 朕要好好探查一番 皇上所言甚是 这后宫自古就多是尔虞我诈之事 奴才还请皇上明察 这个四太姐 话可真多 早晚得把她舌头割了 你说皇上 还会不会相信我的清白 主人 你就不要杞人优天了 依我看 你还是有机会当上皇后的 算了 要不您给我安排个新任务 让我多赚点积分 好收拾收拾这个妖女 那下一个任务 就让主人过过手也 去打白青青一巴掌 我可不敢 你不是说白青青 被燕长安抚身了吗 道行极深 你该不会是 也中了她的邪吧 你想什么呢 我可是你的专属外挂 放心 自会护你周全 让你抢男人 皇上 你看这个妖女 简直无法无天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慕吾 你怎么回事 怎么爱动手打人呢 不是我要打她 我打她手还疼呢 怎么了 我打她你心疼了 朕心不心疼你也不能打青青啊 要不是因为她 西北的战事能这么快结束吗 算了 我早就知道你心里已经没我了 以前是丽妃欺负我 现在又是白青青欺负我 还不就是为了保全你的江山射击吗 算了 以后 我不会再挡你们的路了 慕吾 皇上 你看他 还说丽妃不是被他堵死的 这人一定被什么妖魔鬼怪附了身 这人这么歹毒 今天你不杀了他 明天他杀的就是我 要杀就杀 要拐就拐 反正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爱我了 莫我 快给青青道个歉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凭什么让我给他道歉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为了西北战乱的那些事 才宠着他 说到底 还不就是为了保全你的皇位吗 你怎么就跟朕的皇位过不去呢 是不是因为朕不封你为皇后 你记恨朕了 我就是那个意思 他真的在恨我 我最后问你 你是选皇位 还是选我 放肆 现在就回安宁宫去 没有朕的命令 不得走出安宁宫半步 你别跟着我了 都怪你 这下我被皇上禁足了 这有啥 反正只要过了关 完成任务就行了 现在积分到手了 你难道不想挥挥一下 算了吧 我没那个心情 看来我要在这安宁宫里 孤独到老了 不要这么沮丧 我新到的睡衣 你想不想看看 我们现在人都这么穿 臣参见皇上 不知皇上召集 召臣进宫 有何事要议 丞相 这是从你女儿宫中 翻出来的腰袍 不过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女儿了 真正的木无 早就被人给堵死了 现在宫里的这位 被人用妖术捕获 试图与西北洛国里应外赫 我 我女儿被堵死了 这 这 这不可能啊 朕看来 一件衣服 也证明不了什么 丞相 你先退下吧 皇上且慢 看来丞相也被蒙在鼓里 我看 不如让她自己去掌握 一问究竟 那好吧 那好吧 你谁啊 我乃当朝丞相 哦 丞相啊 丞相你找我有事吗 我是你爹 啊 堂堂的丞相是你 四孝水平正常 爹 你怎么来了 你 你可曾认识这个孩子 是 应该是白星星在试探了吗 啊 这不是我妹妹吗 姐姐好 哎 可真可爱啊 姐 你看这块玉佩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 这不是姐姐送给你的吗 演得可真好 爹 爹 爹你这是 别喊我爹 王儿乃是尚书的女儿 可是成了你的妹妹 你把我女儿采样了 丞相 你可都听清楚了 你女儿早就被人害死了 皇上 你若再不把这妖女打入监牢 恐怕这朝廷上下 都不会同意 把木武打入监牢 萌萌 你给我出来 嚷嚷啥呀嚷嚷 都说是坑爹的娃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坑娃的爹 你快救我出去吧 这里到处都是死老鼠 我好害怕啊 明明是你爹坑的你 现在又要来坑我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有积分吗 什么 你居然跟我谈积分 我本来想着你早点完成任务 我好早点回去交差来着 现在看 我升官发财的日期又得往后挪了 你竟然利用我 你怎么可以利用我 这积分本来就是留给有机会成为皇后的种子选手的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本公子算是对你彻底放弃了 没想到你这个系统军 居然比皇上还要勃起 别跟我讨近我啊 我萌萌可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类感情的 对了 前两天大理三公主被人毒害了 我正准备去走马上任呢 再见 你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萌萌你快回来啊 我回去好好当皇后还不行吗 还想着当朕的皇后呢 皇上你来干吗 我不用你管 朕知道你是委屈了 朕把你打入监牢 只是权宜之计 这监牢虽然条件艰苦了些 但好在还安全 朕是怕白金星加害于你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妖女 朕是相信你的 此番来就是要放你出去的 其实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我根本不是什么木武 也不是丞相的女儿 更不是什么新贵人 我只是心里只有你的我 少阳的 朕早就知道了 可是 你和朕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朕想让你回到仙台去 你想赶我走是吗 你待在朕的身边 只会有危险 等战事平定了 朕就找你去 皇上在北青青身边很危险 我要亲自去西北查明真相 除掉北青青 你们是什么人 劫财还是劫色 西北皇上 穆贵凭越狱而逃 被山贼捉去了 山贼好大的胆子 连朕的女人都敢动 朕 要去救木武 现在西北战事正紧 若皇上要轻易出宫 朝廷怕是又要生事端 心情多虑了 木武知道太多后宫的秘密 真是怕他被西北罗骨的犯罪抓了去 那这样 嫔妾不如帮皇上乔装打扮一番 悄悄出宫入河 让朕就传照太监的一封 皇上放心 不会有人知道的 这样成何体统呢 那皇上还要不要救木武了 为了我 为了江山设计 朕什么都愿意 那不就得了 等皇上见到木武之后 记得替嫔妾向他问声好 毕竟我们曾经也是姐妹情深 我要让你和木武那个贱人 死无葬身之地 小娘子 你就从了我吧 等一下 喝点酒才能助兴 助兴才能更刺钱 来来来拿酒来 你们也得喝啊 吃着男人就喝起来 只要感情深 能喝多少 喝多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娘子 小娘子 醒了啊 都给本宫喝 怎么不喝了 给本宫上酒来 朕还想大战身手呢 怎么都喝醉了 啊 皇上你来了 我儿好想你啊 朕来救你了 别碰我 我要去找我的皇上 朕就在这儿呢 不行 我要去西北 帮助皇上查明真相 铲除白青青 此地不宜救药 快和朕走 这龙袍 我穿上倒也合身吗 白娘娘 你在干什么 怎么穿上龙袍了 皇上哪 你要找的人 怕是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皇上平日待你不保 你为何这样做 这是本宫今早收到的 洛国密函 西北战时旷日持久 双方皆已疲法 如今我计谋已成 等景轩弟一死 我就找洛国投降 任其吞并你们国家 既然这样 老臣跟娘娘 谈谈吧 变怜比翻书还快 真不愧是国家动量 娘娘见效了 老臣以为仅以娘娘之力 恐怕难以说服众臣投降 只要白娘娘改朝换代之时 保我国师一职 老臣一定全力配合娘娘大计 没工作的日子太无聊了 还是拍拍自拍吧 我说了 末将最敢完死就加来迟 皇上何年你怎么受伤了 朕没事 乌儿ひ行啦 娘娘放心 末将已经命人去传太医了 这帮山贼究竟是何来的 皇上 这一切都是白晶青与洛光 理应外合的阴谋 恬请皇上任命末将为边防大将军 早日结束西边战事 丽妃生前做过不少错事 吾儿 你觉得 皇上 我跟她的过节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国难当逃 就别再管儿女清长了 当以大局为重 好 朕明白了 朕就算凭上这条性命 也要与将军一己 守护黎民百姓 末将领命 末将这次从前先回来 是火机落过在西北战事中 实进实退 现在看来 他们只是为了活捉皇上 得阴谋儿拖延时间哪 皇上 咱们好像迷路了 末将前去探探路 走 末尔 朕 恐怕时日不多了 你愿意满足朕的最后一个愿望吗 做朕的皇后吧 不行 皇上 你疯了吗 当上皇后你就能完成任务 你就能回去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大理国了吗 是十五者为俊杰 况且 你也快当上皇后了 我再也不想当皇后了 当上了皇后 就得离开这个世界 就再也见不到皇上了 沃尔 不管你做不做这个皇后 朕都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皇上 现在的我 只想跟皇上在一起 哪怕多一分一秒 我也愿意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难道就要放弃了吗 曾经的我 确实很想当皇后 因为欲望冲昏了头脑 干了很多傻事 直到遇到了皇上 才让我想明白了 爱情是比物质更美好 更宝贵的东西 那你想过我吗 我怎么办 皇上 末奖无能 未能探到出去的路 此处荒山野岭 此处有无人烟啊 皇上再不回去治疗 恐怕真的来不及了 我先骗骗摸摸 然后再聪尝记忆吧 等等 我愿意当皇后了 不过 你得先把我们送回皇宫 送回皇宫 那你不认账怎么办 你得先把我们送回皇宫 我才能当皇后 你才会升官啊 行吗 那我就暂且相信你一次 叶长安 你与洛国理应外合 害得皇上与我 差点死于反贼之手 你还不赶快献出真身 目无你这个妖女 不要血口喷人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传说中的手机 你的罪证都在上面 这是你穿龙袍的照片 还有与洛国的往来信函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再瞒下去的必要了 我就是叶长安 果然是你 洛国的军队很快就会攻陷这里 你们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前方传来大劫 大将军已经带人击退敌寇 看来你的如意算盘是打不响了 叶长安 你真是机关算尽 来人 把他拖下去 朕再也不想见他 你这一次中箭 还得感谢木武 要不是他也没办法迎你出来 我之所以这么做 不是为了洛国 而是为了皇上你 你欠我的情战 你忘了吗 我也要让你死在爱情上 夫人 该兑现承诺了 让皇上封你为后吧 只要能救下皇上 我就愿意 你又找理由 那我还是去找大理国的三公主吧 反正她也快当成皇后了 等一下 如果我成功当了皇后 兑换那么多积分 难道换不回皇上一条命吗 换倒是能换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用光积分的话 就再也回不去了 皇上 皇上 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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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五儿愿意做你的皇后了 真的吗 五儿 真 死也无憾了 你不要这么说 我希望你永远活下去 朕也想活下去 朕也想和五儿 一起去看看甚是甚何 皇上 我爱你 神 五儿 也将可知 我还想回兴许多了 志兰之后 我仍然静了 算不过多久 就是她的皇后 我儿 朕想封你为皇后 即使 就为您举行册封一事 你走之后 朕再也没让人 进过这安宁宫 朕怕有人打扰你 莫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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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醒了 恭喜你 我们决定 由你来饰演皇后 好 等一下 景山帝呢 有请我们的男主角 没有景山帝 又不养了 你已经完成了当上皇后的任务 老爷子还额外开恩 给了你当上现实生活中女主角的机会 不好吗 我以前一直想当女主角 但是现在才明白 这个故事之所以精彩 是因为我和景轩帝都是彼此心里的唯一 难不成 你还想再回系统里去 我还能再回去吗 是谁 你一言 我还要不成诚 你还要不成诚 我还要不成诚 你没有 你只能 interested 我还要不成诚 我还要不成诚 你只会会发生 我已经爱上你了 皇上 这么久没见了 皇上憔悴了不少 我不想皇上这么难过 吾儿无时无刻不再想皇上 是你吗 吾儿 吾儿 是你回来了吗 皇上 我在这儿 是你回来了吗 吾儿 真真的好想你 皇上 吾儿相信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会再次相见的 我想真正地和锦轩帝相见 只要能见到锦轩帝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你之前不是一直幻想着眼神女主角 当上明星 总想人生巅峰 现在都不想要了 这一切都比不上锦轩帝 我愿意为了她放弃一切 可以 不过我要跟你说清楚 做我们这一行的 讲究的是因果报应 我能为你做得有限 你们能不能相遇相认 就要看你们的缘分了 皇上 皇上 你在哪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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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皇上 走 怎么不见了 刚刚明明看到你了 皇上 不要丢下我 皇上 我是总算吵到你了 刚才那个人是不是你 我是怎么追也追不上 沈丫头 什么皇上 我们都已经在现代了 我不管我不管 不管你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你永远都是我的皇上 好 我 朕都听你的 皇上 我们永远也不要分开好吗 我们当然不会分开 因为 你是真的皇后啊